同時也非常感謝維仲議員 他在從2018投入基隆市議員選舉 而且選上 而且他的表現有目共睹 所以今年我們特別在徵召新的 優秀的參選人投入市議員的選戰 我們也希望年輕的力量 能為基隆帶來新的改變 好的改變 時代力量 基隆黨部舉行了議員提名的記者會 主席立委陳娇華 受跑給提名的安樂區市議員 江欣怡和七堵區的市議員陳凱鴻 而原任的安樂區市議員陳維仲 確定不再連任 引起了外界好奇 我的下一個階段的話 其實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因為我自己其實一直在思考 剛剛就是前輩都有問到 我其實一直在思考 就是在我成為市議員那一天 我從來沒有忘記 我自己作為一個市民 我作為一個年輕人 我作為一個女性 或是未來 我可能會是一個年輕的母親的這件事情 我就是其實都跟所有的市民一樣 我們希望是一個怎麼樣的城市 基隆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小而美的都市 我們雖然人口少但是呢 我們其實很方便的一打每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鄰近港口跟港城丘這三個地方 而且這四年來 其實這八年來 其實林佑昌市長也真的對基隆帶來很多的改變 可是以我自己來說 作為一個年輕人 我更期待看到這個城市的未來 不只是40年 甚至是100年 我更希望看到現在的就是政治人物 可以提出對這個城市的爆發 所以我正在思考這件事情 是我的位置 在下一步我的政治實踐 在基隆市議會累積的這四年監督 我們對於就是 更大的城市的治理的這個狀況 我們可不可以真的跟市民一起捲起袖子來行動 然後除了我們在市議會茁壯之外 我們更可以直接的和市民來行動 讓我們有更好的城市公共生活 就像剛剛我們參選人講的 我們希望有更好的勞動權力的保障 我們希望說 我們的城市是設計給每一個人 他不是權力的運作 而是大家都可以 不管你是小朋友 障礙者 或是年輕的母親 然後推著娃娃車 那或是說年輕的父親推娃娃車 或者是老人家 我們都可以 覺得這個城市是歡迎我的 我可以就是非常安心的走在人行道上 那這個事情在基隆到現在還很難完成 我們可以有更便利的大眾運輸交通 這些議題其實就會是我現在在思考的各種的選項 陳維仲再三地強調 政治人物不應該思考位置 至於未來動向 他也埋下了伏筆 這些議題其實就會是我現在在思考的各種的選項 那那個不是為了我自己的位置而來決定 而是希望說我們能夠有一個方式 然後更強力的政治實踐 跟市民一起來 來爆化這個城市如何讓每一個人更加疑居 那這個是我現在就是剛剛其實很多前輩都有問 其實就是我正在思考各種的選項的可能 那也在跟黨內繼續討論 那也希望我們一旦有決定 就會趕快來跟市民朋友來說明 那也謝謝大家 其實這四年來的很多的監督跟砥力 然後還有很多的建議 那我們團隊還是會持續的努力 至於接棒的張馨儀 現任的市黨部副執行長 也談到了決定參選前的心情 其實就是當然會有壓力啊 因為被你前面做得太好了 就像林又昌市長會在他的書裡面 就是說喔就是我為基隆設下一個林又昌障礙 那我覺得我前面就確實有一個成為這種障礙 但是就是我認為就是我就是 過去在黨部工作的期間 其實跟就是我們基隆黨部還有維重這邊 其實我們的整個團隊大家其實都是一起來工作 那我認為其實有很多進步的議題 其實非常需要繼續的推動 像是我們接下來也會計劃去辦一些 可能跟交通啊等等相關的一些講座或是活動 那像是外木山的議題其實也是我非常關注的 所以我們也會繼續就是希望來推動這樣子 對啊那討論其實就也是討論了很久啊 然後我也回去其實跟家人討論了蠻久 就是說欸其實這個是一個 真的要承擔一個很大的責任 時代力量公佈兩位首波的金融市議員提名人 強調都是萬中之選 也是時代力量作為監督市政第一品牌 未來將會成為市議會最強的驅動力 記者黃稍民金融報導 好看喔 好看喔